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的稳超胜见节目 明天是礼拜五 也是我们台湾股票市场里面 今年准备要收红盘 先收一个红盘 先拿一个小红包 等到三天以后廉价回来 这个新春又要开红盘 正式的进入到所谓的元月份的一个效益 我认为元月份的一个效益在今年 它扩大的一个效益会非常非常的热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散户 它的开户数 它的所谓的邮政划播余额 在近期的话都创新高 再加上我们目前为止 11月份的一个景气 进入到所谓的黄蓝灯 景气开始复苏了 那明年的话 大概有六次的一个降息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全球的股市 这个帮助性就是很大 股票市场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时机财 只要你把握得到这个时机 掌握这个趋势 买对股票 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钱指数 延续昨天 昨天大涨139点 那今天的话成交量也没有放大 但是尾盘上涨了 18点还是收红 那我们不跟大家讲说过去好了好不好 我们就讲说明天好不好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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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会去啥 这个节目要不要事先预购 我认为归买指数小型股 你注意一下 好不好 我看好 明天还没发生吗 我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就跟你先预告 明天归买指数小型股 有机会取代电子股 因为电子的一个资金比重在今天下降 对不对 那电子并 今天的贵买指数 反而是小拉回 我认为明天会挑战前高 所以说你可能掌握这个趋势 你就能够赚钱 我这样讲的应该没有错 那投资人之前有的去买航运的 有人去买钢铁的 你也不要急 这个可能要到下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航运的族群 这个创高以后 这个成交量都在缩 所以说这边虽然说有利多消息 但是股价它不会涨 这个是事实 钢铁类股其实目前为止都在横盘震荡整理 所以下个礼拜 我认为应该会涨钢铁 会涨所谓的航运 但是明天对不对 明天比它重要 明天封关 我认为小型股很多股票都会喷出去 所以说你这趋势作对 对不对 你又敢买的话 你要找对主流 找对主流才能够大赚 好不好 反正明天就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我们的节目时段 大概明年都不会改变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那非凡58台 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 盘中的一个连线 运通财机台 从下午的三点半开始到四点 晚上的十点半到十一点 这两个节目也是不会改变 那重播的一个时段 凌晨一点半到两点 早上的这个七点到七点半 广播节目的话是每天下午 三点到三点半 那如果说你现在在看电视的 那你明天的话可以听一下广播 因为明天的一个 news98的一个广播的话 就满两年了 两周年 明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年 那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庆祝的一个活动 当然我也会把这个活动 带到这个我们的电视台来 好不好 跟大家一起这个庆祝一下 那其实电视台我做很久了 前前后后加起来也超过十年了 我那个证照应该是民国99年拿到的 那今年是112年 翘跪展宁一雄 之前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金融业服务 我相信认识我的人很多 我希望说新年新气象 每一个人的话都从封关的时候 先赚一个大红包 新春开风盘 再来一个大红包 元月份的一个效益 喜上加喜 越大越好 因为今年的话真的 这个景气的一个循环 它是走向正向 当然这个全世界这个变局很大 最倒霉的应该是中国大陆 跟美国对不对 闹翻了 可能这个失落了十年 可能会在中国发生 当然我们不是幸灾乐祸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一个人也是一样 他有运气 对不对 从那个邓小平时代 这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造成人民就富起来了 那现在刚好点斗病 他们苦日子可能要来了 那点斗病 我们以前可能过得不好 对不对 那未来就会过得很好 这是严老师的看法 那现在的一个操作的话 投资人你要记住 我们第一个原则 我们要买现在新的主流 过去的可能就不会涨 你也不要太去在意说 之前你到底是赚还是赔 都过去了 那个不重要 从今天开始的话 新的一天 对不对 要好好把握未来的一个标股 这一档股票 礼拜二跟大家谈到了 对不对 我说它是新的 这个基本面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这种股票新的 开始喷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不注意 今天 今天涨地板的加速不多 真的不多 开盘价104.5 直接拉上去 看到没有 看到了 这样已经两支 两支就代表什么 创新高 就代表是赚钱 这种新的股票 未来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有一些股票 有没有延续系 当然有 我们这个节目 这档股票叫凯硕 我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连续讲四天 这档股票连续涨停摆四天 这个礼拜最强的就是这支 这档股票怎么解 这个叫潜伏底 量跟价先席 均线就上来了 我说嘛 有没有大户在里面 你持续验证的 布局成功的 一根 两根成功的 三根 大大成功 大大成功 今天 今天 我只有送他一个字叫强 非常强 这是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有哪一档股票比他更强的 你看节目 对不对 你从礼拜一开始看 老四我不敢做 礼拜二再看 老四我等一下 礼拜三再看 好像很强 礼拜四 你可能是赚不到钱 就像很多人跟你讲 这个大盘在走空方走私 我跟你讲 明天到一万八千点 他还是跟你 还是一样跟你讲空 我觉得没有意义 自己骗自己 连自己都不相信说 对不对 这个大盘是空方走私 我不相信 没有人这样子做的 真的眼睛缩瞎 你看这节目是不是 我每天跟你讲多 那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如果说你没有赚到钱 老师每天跟你提醒 叫你做多做多 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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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股票 那你这个节目是白看 是不是 那有一些人恐吓你的话 那你就会相信 我觉得这样子不好 我觉得这样子不好 现在的操作一定是操作那种新的 而且是从底部开始起涨 这个新顶 IC设计的新顶是不是这样子 是嘛 这个IC设计的新顶 这昨天的嘛 是不是从底部开始起涨了 是嘛 涨上去拉回 这三天就喷出去了 最近涨的都是这种小股本的 八点多亿的 你要注意 只要看到小股本的 你就要注意 通家也是小股本的 股本五点八亿的 这边先涨上去 然后拉回来修正 昨天涨停板 有没有 今天再算波段新高 其实这种股票 只要你有耐心 应该都赚得到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 我相信你在看节目的 这些投资人的话 至少 你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都有一定的 对不对 年纪 你们可能是从 对不对 民国大概70年 80年代 看到 对不对 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这个股票不多 到后面看到后来 电子股加入到台股了 然后你又看到了 对不对 很多的一些现象 但是老师必须要告诉你 这个时代在变 有时候时代会越变越好 有时候的话就不如预期 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 最好的一个时代 今年的话 你真的想赚钱的话 斗定弥刚 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你这个股票要去买它 你要下手 你不要买太少 如果说你去买这个鸿基 成交量十几万张 你说老师我买个五张十张 涨上去了 你真的能够报仇吗 立刻的报仇有没有 没得到嘛 你买那个五张十张啊 那真的你翻本 要翻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成交量都是几十万张的 几十万张的 这个你就多买一点嘛 老师每天跟你讲 鸿基 AIPC里面的王牌龙头 我也不知道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嘛 昨天跟你讲是创新高 还跟你讲说这个地方 有六千多张 不知道是谁买的 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 有嘛 对不对 这种股票拉回你要注意 人保也是一样 底部开始起涨了 这个好像最近看起来 好像比鸿基要差一点 但是不见得 有时候股票对不对 它虽然说现在不是很强 可能震荡整理以后 未来会更强 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股本比较大 人保的话 股本的话超过四百亿 四百亿的一个股本 有没有看到 这个鸿基的话 它的股本比较小 所以说操作的一个发动点 会不大一样 鸿基大概股本大概三百零四亿 那那个人保的话大概四百四十亿 这个地方差别性就有 那我们今天的话跟大家公布一档股票好了 好不好 来 这档股票 我们会员手中目前为止有 它的名称叫系立KY 代号是6415 每一个人都大赚 尊荣会员跟清代会员 今天应该都有收到简讯 那严老师有没有照顾我们运通财经台的这些投资人 百分之一百一定有 来看一下时间 12月8号 8号来导播拉近 来看一下 是不是8号 对不对 我就送给你 我说你想赚钱 赞你 你找不到股票的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我给你这档股票叫系立KY 60秒够你拨电话 不用钱 你拨通电话就有 先赚再说 我相信你有按照老师的看法 去重压的 重压的 这句话很重要 买个一张两张就不用讲 你重压的 你真的 有没有赚 是不是从底部开始起噴 一直飙一直飙 你就说想要反败为胜 我说一支就够了 机会就这一次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是不是 这礼拜三的 这家 看这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尾盘一直有人在买 你没有发现吗 包含今天在内 尾盘竟然还有接近400张在买 是不是 有没有大获全胜 有 有没有把资料送给你 未来会被长拭目以待 是不是 我认为这张股票400的还不够 最少你要先看到500 500会被倒 反正你们都在看节目 我们就持续的验证好不好 你不要说老师这400 我都到500吗 我这还想继续往下面写 有没有机会到600 老师真的假的啦 看到500的话已经大赚了 看到600的话就被爆发负的 我先讲我的操作一定有证据 我不会说不拿证据给你看 你要看证据的话你看仔细一点好不好 今天好不好 12月28号礼拜四 两集会员 来两集会员 系列KY6415 我们在1点22分我们发出去的 股价涨多少38块 再创波段新高 应该每一个人都赚钱好不好 那这个简讯的话我们就暂时保密 保密 因为很多人在看节目在操作 我们是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股票是底部布局 不是说去参考别人的 好 那这个股票的话我们也公布了嘛 对不对 先送给你嘛 产业翻转涨价题材底部起噴 有没有完全验证 你回头看一下 不买会后悔 有没有验证了 老师跟你讲的这句话 有没有跟你讲产业翻转涨价吗 底部起噴嘛 会一直涨一直涨 老师涨到这边涨完了没 你说底部起噴一直涨一直涨 涨到这边涨完了没有 还没有啦 还很早啊 还很早啊 我这样子讲你不相信对不对 你就慢慢的验证 昨天创新高107.5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啦 有没有 有 昨天是不是有拿解讯给你看 也有啦 我先助你大转好不好 但是你要跟上脚步啊 你每次都要旁边看看看 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是不是 我们今天的话跟投资人来做出一个互动 因为明天就要封关了 对不对 封关颜老师要送给大家一个大红包 好 明年青春开红盘老师也送给大家一个大红包 但是怎么样来拿 其实很简单 今天的话扫描QR Code的人 好不好 直接加一 OK你就拿得到了 如果说你怕拿不到的 你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 直接先登记 那这个大红包是什么 下一档标股 好 下一档标股 那我会请我的助理一对一直接通知 会让你同步来布局 让你先算再说啦 会不会比这个金豪科更强 会 会不会比我们手中的CDKY更强 也会 还是跟这个通家一样 一路大涨 有机会不排桌 老师这个最强的 四天四根掌停板 要不要挑战一下他 可以 你今天只要把电话拨通 好不好 严老师让你来预约 我们下一档的一个标股 今天公司月底结账 严老师最大诚意就在今天 今天的最大诚意一加六 买一 买一 一个月的减讯费 直接加六 就是严老师最大的诚意 那今天的话 你要预约下一档标股的 电话只要拨通 完成登记就可以了 踊跃报名 大家一起来赚红包 共襄盛举 打电话 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文明头库 严分一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三线 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 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击 平家专线 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未来很多的股票 会一档接着一档喷 那这个时候的操作其实 第一个老师提醒你 你的资金的话 要做最有效率的一个运用 尽量去操作这些强势股 而不是认为说 很多股票现在位阶很低 位阶低的股票 我跟你讲哦 它没有成交量的话 没有人去做它的话 一样涨不起来 好 涨不起来哦 这是严老师在我们股票市场里面 二三十年的一个经验 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股票真的没有人做的话 你只能眼巴巴的 看它躺在地板上面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啦 那当然这很多的一些股票 包含全职股 带动大盘涨嘛 高价股也会涨 你今天的话是电子股 创高以后小拉回 明天 投资人非常注意到 明天到底应该买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 我在节目一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 贵买指数小型股 为什么 因为它轮动 轮动 那没有 实际没有轮到传产嘛 钢铁跟航运没有涨嘛 那电子的话又不可能天天涨 这个成交量也没有放大嘛 那空单的话还有三十五万张 那贵买指数小型股是最有机会的 最有机会的 像这个也是贵买指数的 之前的话你可以在底部去布局 这个创新高 你随时去卖掉你都赚钱 拉回可不可以做就要看 它是不是走向多方的走势 那这张股票我们目前为止是大获全身 国具的话也是一样 但是简讯保密 但是简讯可以给你看一下都没关系 对不对 创破端新高嘛 就跟之前布局这个华星科一样 这个股价一定在低档区我们去布局嘛 如果涨上去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嘛 所以说明天很重要 明天因为是封关 如果说这个加权指数在封关前涨很多了 那你放心封关它不会涨 但是这个加权指数这两天外资大买 外资在今年总共买了2400亿以上 明年它一样会持续买 这个你放心 你现在只要决定说明天买什么股票会赚 我直接告诉你好不好 贵买指数小型股 明天我会进场 如果说你相信严老师的话 请你共襄胜举 那没有失败的人 只有放弃不愿意尝试的 这个很重要 严老师的会员 你们操作金豪科 纪律操作即可 严老师的会员 两级会员买记系列KY的 目前为止大赚 要低调要低调 IC设计的通家 有意拉回的买点 四天四根掌停板的凯硕 老师明天要挑战他 请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来公司月底结账 严老师最大诚意就在今天 今天最大的诚意买一直接加六 全部VIP 那下一档股票要预约的 今天全线开放 互动登记 老师跟你互动 你来登记就可以了 发动点 我们立即通知 明天贵买指数小型股 老师会发动 请大家来预约即可 电话赶快拨通 明天早上9点5分 准时通知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 跟着骑自走 这间差不多了喔 准备上餐 到哪里啦 回到台北啦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的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座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蛮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蛮牛 文明头库 严分一失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蜿与空投 借机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算线 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 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我想担任国民法官 我想担任国民法官